拍照 拍照 怎麼樣呢 還滿榮幸可以跟阿堅導演一起合作 因為他是主持人 然後也是演員 就很期待可以從他身上 學到一些喜劇的表演方式 OK 我要跟他說什麼 你的丫头 终于一天 大家会认真地看待你的声音 把你的声音当于迷失 不会在那里想 答应你认真 认真啊 我认真要跟娃娃对话 我已经25岁了耶 答应我问你已经25岁了 不是 不会 答应 不会啦 不会啦 真的 那因为当然平常很幽默嘛 然后很鬼灵精怪 可是在拍戏的时候 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 很有想法的人 然后导戏是非常有热情的 所以就会看到天歌很man的一面 其实那时候看到脚本之后 就觉得很有趣很好笑 然后知道天歌是导演的时候 就是脑子开始无限的想象 就觉得如果是天歌导演 这会有多好看 跟他说 你需要什么 对 对 我想演那个孟文 好感人哦 你回去电影圈 你不要待在这里 好好好 我帮你 哦 充满爱 没有没有没有 我在下面 跟他们一样 今天那天真的好冷 Ken哥一起跟我们下去水里面 就跟我们一起泡水 很辛苦 可是他也很凝聚力 我觉得这是Ken哥很棒的地方 大家的印象中他是 比较多是主持人 在做综艺的部分 但是其实他对于戏剧 你感受得到他的一个独特 他可以要求出一个 其实现在台湾环境 比较少的一种表演跟剧种方式 不对 你还是快啊 你还是快 再一次 你们可以叫我 Andy Andy 我是另外一个开始 好 来 我是小帆 你们可以叫我 小帆前辈 小帆前辈好 我大概跟他们讲讲 对 对 我记得那时候Ken哥有讲过说 每个人都有表现的机会 每个人都有说出自己 意见跟想法的时候 你只要有任何想法都要提出来 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觉得很棒的点 那在拍摄的时候 真的从开拍到杀青的那一天 Ken哥从来没有否定过演员 跟演员来讲 我觉得你的角色走到这位置 你去 没有人会组织 没有人应该要组织 演员的角色 凌驾于庆 不一定会呈见在一光幕上面 那你要怎么做 Ken哥非常鼓励每个演员 我觉得这个会让在现场的气氛很好 而且演员会非常有自信 我们这部戏的年轻演员很多 所以在很多情绪比较重的戏的时候 我觉得多做一点沟通是最好的 你如果压力大了 你就没有办法游走在想象的世界里面 去把自己最真实的情绪表达出来 我心里面一直在想说 阿公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闹了 我要去跟我表弟 现在我一分钟我就听不到 所以跟每个演员我都会 在这种情绪比较重的之前 我都会好好地跟他们谈出 这场戏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到底是怎样 演员跟导演之间必须建立出 强大的信任感 跟大家愿意掏心掏肺 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找到共同的地方 这些戏也才能够得以被完成啦